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先程 三星S8发布以后就争议不断 一方面是大量的国内用户表示不会购买S8 一方面是一些科技媒体对S8的创新大家征战 但是到底质量如何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暴力测试 可以先剧透一下测试的结果让感到非常的意外 视频的作者来自TaxRex 我们之前曾经分享过他把iPhone扔到20多斤黑火药里面进行点燃的视频 非常的暴力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科技先程进行查看 今天测试的手机为灰色的三星S8 Plus 首先呢,坐着用刀子在机身的背面进行切割 机身的背面为玻璃的材质 刀子在机身的背面并没有产生任何的痕迹 于是坐着开始用刀尖不停地戳机身的背面 随着力度的变大呢 背面的玻璃就裂开了 这就是我期待的感觉 美丽 下面坐着换了一个工具 开始用一个重量为三梦的锤子来测试机身的正面 一开始只是让锤子在一定高度自由的落下 屏幕并没有坏掉 于是坐着开始用力地敲打屏幕 OK,OK,I'm impressed,a little bit more 哇,that is incredible I gotta hold the phone 神奇的是屏幕在这样的敲打下居然没有坏掉 但随着坐着力度的变大,屏幕还是碎掉了 下面的画风就变成了地主家的傻儿子系列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哇,the phone is still working that is beautiful of course we have a lot more cracks on the back no overheat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ok,ok,so so,is the phone still work? because I see green 好了,测试的结果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 看来如果购买S8的话,手机壳是必须的了 因为背面太容易碎掉了 而屏幕的质量真的是触及的好 小伙伴们怎么看待S8屏幕表现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关注我们 我们会持续发布更多更好玩的科技视频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科技现成 拜拜